矿产勘探公司Taten Resources 周一发布公告 提供了其在南澳大利亚 高尔、Kraten的Highway项目活动的最新情况 目前T88的钻探工作已经开始 到目前为止 该公司已经完成了5个钻口 目前的现场报告显示 没有不利的钻井条件 结果显示 样品回收率好 如果钻井条件继续良好 T88将在3周内完成该计划 样品将于本周开始发送到实验室 Marino勘探区的钻井计划 将首先采用反循环RC方法进行 以完成3000米的预定深度 T88还提供了根据钻井能力 和钻井地质观测结果 扩大钻井米数的规定 钻井的重点将是完成所有优先极异的目标 这些目标是根据历史浅层地球化学 异常确定的 这些异常与辐射图像解释的实变运 和最近的IP调查相一致 报告显示 T88正在采取系统的方法 来勘探梅里诺的前景 区域的潜在规模和深度 以及矿化类型都决定了 勘探必须系统的进行 公司指出 钻井计划旨在识别潜在的矿化和类型 同时也希望确认了解前景的地质环境 公司股价三个月走势回顾如下